然後呢 我又再找了不一樣的60個人 再過來 浩州青年曆 主力賴立青 31歲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帶了十幾位年輕人一起回去花蓮尋根 這些年輕人都有參與演藝 圓滿演藝 背後還有這一群 我們道具組的我們起立給上人了解一下 道具組 使命必達 在那一兩分鐘之內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在發生 我們時間都是短短的 可是那個短短的時間 就要做出很快的事情 那麼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又要靜悄悄的進去 要靜悄悄的出來 道具組 聯合國 來自馬來西亞 我是來自印尼 我是來自新加坡 小小聯合國因為大愛而串聯 對待道具 仿佛保姆般的謹慎細膩 隱身黑暗中的小小螺絲釘 更得隨時繃緊神經 家裡學員說 道具組就很簡單的啦 小Case一件 那麼就這樣子 一程就學了說 應該是很輕鬆的啦 就答應下來了 好像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喔 演藝完了 然後我們再進去 一樣走原動線下來 只不過是往下走回到東班的後面 那幾次風災大家都在轉的時候 我們就趁亂進去收BNT回來 對 就是跟著一起 我們好像也是在風災的狀況下 每個段落 每個情節都得收記 慈濟歷史更加深擾內心 就是從高雄到現在的演藝 每一場下來才會比較清楚 慈濟以前的歷史 然後做過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排華報告 因為我是印尼來 排華的那個部分 不是我的年代 但是其實從畫面看 就是看到那個很多歷史吧 還有那個洪西河的部分 而且我不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從這部分去了解 表達半世紀以前的詞跡 從這個時候 要讓他表達出來 這就是要人用心 所以說很感恩 職業 很有才華 但是以前的人都說過才 但是是菩薩 有些人有很多 而不是